教宗方制閣在歐洲議會會長薩索利逝世後 向他的妻子和孩子節調宴 在電報中教宗認為這是意大利及歐盟的重大損失 教宗形容他是一位充滿妄德和愛德的信徒 教宗也提到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與薩索利議長會面 並表揚他於意大利作為一名記者 以及推廣共同利益所作出的貢獻 電報中也特別指出 薩索利在推動歐洲團結的工作上充滿理性和熱情 而且全程投入和無微不至 薩索利是首位在位期間逝世的歐洲議會議長